骷髅哥也是第一次当法官 是否被判有罪得由陪审团决定 而今晚的第一条证据 与几名大学生有关 在名为兄弟会的社团里 三个下人清洁着地板 作为不配入会的新人 他们需要通过层层考验 甚至还要亲吻巧克力鞋底 面对导师严厉的训诫 阿林没有其他选择 不照做只能退出 他会被蹬到吃入墙上 并且永远不能加入兄弟会 一旦失去社团的庇佑 他每天都会遭到其他人霸凌 就像墙上的鸡鸽一样 他在测试勇气的实验中退出 最后名誉扫地变成废人 阿林马上亲了一口 导师露出满意的笑容 让三人记住明天的是胆大会 只要通过考核就能入会 阿德有些绷不住了 幻想能在某天夜里 用棒球棍给导师来一下 阿水却觉得不够 最好用电锯给他切开 但阿林是真的想入会 也就是这时 一个美女走了进来 她连忙上前亲吻手掌 这就是最好的福利 只有兄弟会能和姐妹会联谊 莫娜正是为了此事 他们刚在这边开了分部 想要找个兄弟会密切联系 会长文言激动不已 迫切商议双方的联谊 莫娜提议他们来几个人 与姐妹们共进晚餐 在零距离深入了解下 导师急忙上前打断 警告会长乱了心志 这很可能是他们的入会手段 为了戏耍即可的男生 随即主动掌控局面 要今晚在校外举行入会仪式 他们不能派人过去交流 但姐妹会可以过来观摩仪式 面对这种无理的请求 莫娜竟然同意下来 答应今晚准时到场 众人顿时兴奋不已 到了晚上的时候 会长带着三人前往试炼 整个兄弟会除了导师外 其他人都算得上友好 只因在六年前 他们差点被审查关闭 直到导师挖了教务处的丑闻 他一直连任至今 考核是一座名为咳嗽的老宅 属于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老隐士 由于经常会发出干咳声 过而得名老咳嗽 但就在一年后 住在老宅里的九名兄弟会成员 都被一个黑色斗篷的神秘人 用斧头砍死 还伴随着一阵干咳 他们这次需要进到里面 然后跑到二楼的窗户边 用手电筒闪三次之后 再用梯子趴到阁楼 接着在窗边闪三次灯光 最后在阁楼上等 直到导师喊他们下来 做到就能加入兄弟会 阿德被点名第一个上 莫娜连忙上前加油 姐妹会最喜欢他们这种猛男 阿德兴奋地冲了进去 导师不由感到可惜 姐妹会只来了四个人 没能欣赏今晚的演出 这时阿德推开大门 只见外面拨动按钮 房子传来一阵干咳声 他专门在肺癌病房路的音效 阿德对此毫不知情 当他正要走到二楼时 一个东西突然出现 阿德吓得惊声尖叫 可他很快发现 这不过是假人机关 显然是导师安排的 随即快步来到窗边闪灯 两人看了好一会 阿德还是没有出现 只有刺耳的电锯声传来 导师感觉剧本有些不对 他们明明安排的斧头狂魔 但也没有多想 阿德迟迟没有登顶 他又命令阿水过去试炼 不料这时 二楼窗户闪过一个拿斧头的人 阿灵急忙警告鬼魂出现 阿水却什么都没看到 以为他在吓唬自己 一旁的导师开始不停嘲讽 他只好硬着头皮冲上去 进到里面呼喊阿德 但没有任何回应 手上还摸到一股粘稠的液体 看着那一抹鲜红的颜色 阿水吓得失声大叫 又感觉味道不太对劲 尝了一下是草莓酱 怒骂导师真不是人 而在老宅外面 阿灵彻底被莫娜迷住 心想赶快展示勇气 阿水气得在窗边大喊 他们实在是太变态了 会长猜测 手臂是从医学院弄来的 也就是这时 传来一阵阵电锯声 导师连忙训斥关掉音效 现在应该放尖叫才对 还没等道具哥辩解 尖叫声夹杂电锯声出现 导师满意地转身离开 道具哥有些不敢置信 两种声音不可能同时出现才对 此事不知过了多久 两个新人纷纷没了动静 导师以为他们想让自己难堪 也不管阿灵承不承认 命令赶紧进去一探究竟 可她说什么都不愿上去 眼见阿灵如此胆小 导师打赌她走不到二楼 并拿出一百美元作为赌注 阿灵还是有些犹豫 莫娜表示 一百块可以来次不错的晚餐约会 她顿时鼓起勇气 心想走到二楼就好 导师让道具哥使出杀手锏 不然就得赔上百元大钞了 她文言使出组合计 四周传来各种干咳声 阿灵小心翼翼地呼喊 俩哥们迟迟没有回应 他吓得直接从楼梯滚了下去 听着如此逼真的惨叫 众人连忙冲进去救援 导师拿起地上的假人偶 将他定为年度胆小鬼先生 并登上兄弟会的耻辱墙 阿灵辩解鬼魂是真的 导师反驳都是假的 压根就没有老咳嗽 校刊还发文证实过 说着一把搂住莫娜 他要用阿灵的一百美元去约会 这时会长看时间不早了 让导师喊心愿下来 他本来不想中极 会长却觉得他害怕了 一旁的莫娜跟着附和 导师顿时不乐意了 整个人静止走上楼梯 四周突然传来咳嗽声 可道具哥已经把线拔了 不可能还有音效才对 导师不由有些害怕 想拉个人跟自己上去 众人纷纷发出嘘声 他只能撞着胆子前进 二楼突然冲出一个拿斧头的人 导师吓得差点尿裤子 那人并没有继续动手 整个人发出得意的笑声 接着一把掀开面具 正是耻辱墙上的鸡鸽 现在他证明了自己的胆量 还把最勇的导师吓得不轻 为的就是加入兄弟会 表示两个新人在阁楼 他在上面留了张字条 告诉他们别打信号 直到喊出生日快乐 导师不服气地怒吼 可莫娜已经看不下去 随后带着姐妹们离开 会长催促赶紧办事 他不情愿地喊出暗号 但他们没有下来的意思 他只好硬着头皮上楼 道具哥问起那条手臂 以为是鸡哥搞的鬼 可他根本没弄这东西 阿灵发现了兄弟会的指环 这赫然是阿德的手臂 而导师已经爬上阁楼 却没有看到两人的身影 他疑惑地走向垃圾桶 里面装满了人类的骨头 整个人顿感不妙 想走却来不及了 几个女孩缓缓走了过来 导师彻底绷不住了 电剧声势他们发出来的 莫娜连忙脱下外套 开始享用约会晚餐 而实施鬼姐妹会的规矩是 如果不吃的片甲不留 就会在耻辱墙上流明 伴随着电剧惨叫声 他的脑袋滚落到了一楼 Members of the gory Do you fiend the defendant Guilty or not guilty What do you know A hung jury I Houth of the gory